就很多特派技巧 我都知道現在狗仔在幹什麼 不像我跟 孝泉 那我就不客氣了 像那種白目的小子 哈囉我是丁妮 哈囉我是鄭人錯 大家好 我是洪世賢 哈囉大家好 我是韋妮 哈囉達人秀 在裡面飾演的是一位 警官 然後是一個非常暴躁 為了 偵破案件 不擇手段的一個 長官 表面上看起來很兇悍 可是內心其實是一個 非常容易心軟的人 當然你要看 整個八集全部看完 你才會發現到我 內在的那一面 這是真的 我在裡面是徐涵英 我是身為線的記者 在裡面其實我等於是 為了達到我想要獲得的線報也好 或者是第一手的獨家也好 就像千面女郎一樣 扮成各個不同的樣貌 去卸下人家的心防 然後只為了拿到我想要拿到的第一手的獨家新聞 我就也是其中一個受害者 我的背景是一個過氣的玉女歌手 以前就是很風光 然後到之後就變得就是默默無聞 然後很努力的想要再有一個新的高潮出來 但是人生嘛就是不盡如意 所以一直都沒有辦法 然後所以變成說 我有酗酒的問題 然後我也自殺傾向 我自殺過很多次 然後也到過人家的小三 然後整形失敗 就是什麼挖隔壁的狀態 我都做了 然後又有高度的憂鬱症 對 所以這是我的背景 那我在裡面是個被害者 也是個加害者 然後一個人分屍兩腳 雙胞胎兄弟 一個失敏的 然後一個 一個是奸商 一開始也會覺得就是演個警察嘛 演個刑警 後來真正的涉入了這部戲的拍攝 整個過程劇本看完之後 我會發現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角度 會讓我 值得我去探討它 其實在每一個被害人的背後 他們都有一些心酸陰暗面的地方 因為其實誰是被害者 在它裡面探討的議題 看了這個故事之後 我去做了很多 就包括有關於這些議題的書 我覺得就 人生有很多的選擇 成全別人還是你要成全自己 就是這是一個我覺得 我們今天講的不單單只是 誰是被害者的問號 不改的理由是 第一點我覺得它超乎我的想像 就是因為演員在看劇本的時候 大概都有一個樣子 這個人當然是怎麼樣 我可能要怎麼演 然後我可能會有哪一個電影 或是哪一個本子 哪一個角色我是可以拿來 就是當半本的 但這個角色完全沒有 然後我怕把它搞砸了 最大的挑戰應該 就是自己的膽子會 越練越大 這次的美術做得真的不錯 坦白講我都滿期待 下一個命案現場會長什麼樣子 是怎麼樣的一個死法 我就會很想去看那個命案現場 它的成色到底它又要搞什麼花樣 你知道為什麼嗎 應該是說去克服自己平常的習慣 因為有些時候演員會把自己一些 生活的經歷跟一些自然動作 把它投射在那個角色上面 可以做一些些許的調整 但是如果你同一個人 要去演兩個不同的角色 心境上一定是不同的 所以比較大的挑戰其實是 心裡面的轉換 因為他是一個歌手 然後那段時間我倒是看了很多演唱會 因為我必須要把這個人 他的生命經驗快速的 趕快塞到我這個身體裡面 學海音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我也是學到了 就是很多偷拍技巧 然後包括怎麼樣 如果掛在脖子上 然後路人家 或者是說假裝在看手機的事情 是在拍 然後或者是放到包包裡面 然後但是露出一個鏡頭 就是各式各樣的偷拍手法 完完全全就 我都知道現在狗仔在幹什麼 其實我覺得藝人應該都 很有警覺啦 我覺得也不是說真的拍了這部戲 才有警覺性 而是知道他們會用一些 什麼樣子的手法 就有一些是 哇天啊 有一些你沒有辦法閃上你 我甚至聽過他們皮帶上面 都還會裝真空 蛤? 對 他們有一些皮帶 頭上面會裝真空 我對到犀魯印象比較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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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都不知道這個角色會誰演 他外表很甜美 然後演另外一個狀態的人 然後我那時候跟他對那場戲 我就印象非常深刻 哇真的找他太對了 我啦 因為我跟士賢哥對戲真的不多 但是因為就是私底下 譬如說我們在化妝間遇到的時候 因為我說士賢哥的眼神都很犀利 而且他在角色裡面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場合就是 輪到我的時候 我看到他其實 因為他們前面已經拍了 然後我們可能是中途加入 他其實已經在那個角色裡面 然後像手插腰 在那邊這樣子走來走去 然後已經開始 就在那個角色裡面 你就會很緊張 但是到了化妝間 我還記得 那時候我一經舒嬅間的時候 我想說 這小鈴鐺帶子是誰 還有一點想要跟人家開玩笑 結果那個 舒嬅組如果說是士賢哥 我就立刻這樣默默閉嘴 我想說 好險是士賢哥不在現場 我想說對他很不尊重 然後結果 但是我們拍完戲一下 回來之後 你就看到士賢哥就拎著他的包包 跟人家非常有禮貌 就跟大家說 大家辛苦了 謝謝謝謝 拜拜 你知道突然間變一個很 就是很nice 然後很 就是一個很溫柔的一個男人 在就是跟大家這樣子 說拜拜 然後跟剛剛他這樣 手插腰這樣子 準備要殺 隨時要殺的人 那個反差很大 其實我 其實我現在才講 我也沒有講 我有時候 譬如說今天要跟你拍戲 或是跟誰拍戲 只要有衝突的摩擦的戲的時候 我很怕人家對我太有禮貌 那個Furr跑不出來 因為他太有禮貌了 他看起來就是這麼一個溫柔的人 你那麼漂亮一個小姐 你怎麼可以對他這樣如此的態度 那變得我很沒有禮貌 我很沒有水準 可是戲劇情需要 沒辦法 所以我必須得要 一直撐著 躲在腳腳 或是自己在murmur 盡量把那個氛圍找回來 有禮貌到 我有時候 眼神就會剪了 瑞剪了幾分 不像我跟 孝泉 那我就不客氣了 像那種白目的小人 那個小叮噹呢 是我 私藏的一個保冷袋 然後因為我 因為拍戲熱 對那時候真的超熱的 對那我又 怕一些檸檬蜂蜜啊 然後又怕 不冷就掛了 對啊 不好喝 所以說我又 保冷袋在他中間 好 最近沒有有來不及了 叮 叮 叮著看你 寧靜的想你 還說沒念書 來這一套 仁義道德 錯過謹存 唉唷 這個有沒有 這個就是有讀書 跟沒讀書的差別 4月30號 誰是悲哀者 Netflix 然後一次上線 拳擊看完 就8個小時 對 想知道更多資訊 請看達人 最終 點閱 好不好 謝謝大家